很难 第一要看他的服装 第二看他的情节 明白吗 第三看他的人物 那么很简单 首先你看感觉到你当时的 你所处的环境 向前生还是向今世 明白吗 那么第二你现在要看 自己今后比方说你碰到的人 比方说你过去碰到的人 在梦中是熟悉的人 比方说是你家里的亲戚朋友 你很认识的他 那么有可能前世的梦多一点 也就是说你前世 因为跟家里的人实际上都是一个 在一个屋檐下的 都是在一起有关系的 所以这辈子还会让你们这些亲人 相聚在人间 所以这些梦只要你碰见你过去的家人 做了一些怪怪的动作 或者曾经你知道是你家里的某一个人 但是做出来的动作呢 非以所思的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他上辈子跟你在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辈子你会跟他 在这个时候会有些麻烦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那个有的时候 我能够大概判断 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去打仗 开枪 然后我一梦到这种什么打人的杀人 或者人家 我就想这肯定是我前世的梦 前世的梦 对了 然后我还有次我觉得梦很奇怪 我就就像看电影一样 就看着一个女人 那个胳膊好像掉在那里 然后有两个人跑过来 拉他的胳膊又跑过去 然后后来我想这个也上看电影 但是就是现在应该也不大会有这种场景 好像地震那种感觉 可能 我现在讲给你听很清楚 你只要在梦中感觉到看电影 你就是在梦幻世界 实际上就是在前世 或者在未来 所以你等你死掉的时候 你一下去 第一个就是像这种 给你看电影 让你一辈子在电影里面 就巴巴巴巴巴巴巴 全部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叫功德部也在这下面呢 你知道看功德部是怎么看的吗 你以为是本本子啊 看功德部啊 下面可厉害了 你在阎王殿 十八阎王殿里面 你只要站在阎王殿里 好 开始接下来 讲你这一辈子的情况了 巴巴巴巴巴 像放电影 把你丑事好事全部放出来 放到丑事的时候 最全部看到的 包括你吃生裸体了 包括你做的那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全部当了很多人放出来 然后接下来 你自己看到了 他就判你了 该投人 投畜生 还是到地狱里面去 还是让你怎么样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这样的 所以我告诉你 全部像电影一样的 功德部也是的 要看看自己的功德部 就像电影一样 一拉 手这么一拉 他就出来了 你们都不知道的 你们不下去 你们怎么知道 对啊 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今生的梦 就是梦到现在的人 比如说他前两天 就梦到那个好像王妃 然后也是 但是我也是在旁边看着他 然后说他好像演了一部什么戏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 他好像跟他儿子和他老公 后来我想他没有儿子 他把老公要去吃饭 然后他婆婆在旁边骂他 说他什么 你戏里没有离婚 你现实当中要离两次 什么什么的 很奇怪 然后还说他你脸怎么白白的 不像我这样红红的什么 这样说他 我就在旁边好像看齐一样 这样看着 但是又和我们现实生活又不一样 我就不能理解 这个 他是 他是有佛缘的 他是有佛缘的 你看看王妃 他经常唱一些佛教的歌 对 他唱一些佛教歌 他做点功德 实际上他上辈子 前辈子都有修 但是修的好不好 你就知道了 而且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天上来的呀 对他的声音很特别 没有办法的 这是从天上 但是天上就是福报响尽都下来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 这些人都是有福报的 实际上他如果这辈子不相信 不好好学 找不到一个很好的 对他很好的一个法门的话 他这辈子荒废了 他永远就不能再成为一个回到天上了 所以这是最麻烦的事情 一个人一定要回到天上 从哪里来的回到哪里 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从家里出来 我们当然晚上会要回家吧 对不对啊 就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梦给我梦到 对我有什么 就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这种梦跟你梦到很简单 说明你前世一定有修 而且只要不在梦中 梦见名人 梦见那些很有名的人 说明你跟他前世一定有缘分 就这么简单 说明你这个人也是有缘分的人 有缘分 那个我梦到 有时候有一根梦很奇怪 就是梦到手上会有虫子出来 我就用另外一只手一条一条把它拉出来 最后面是在肉里面的 然后我还要去手进去抠 我这个梦是什么 这个讲都不要讲的 那是你身上的业障 我给他拔出去了 你拔出去了 你在不停的在削自己的业障 那是说明你的业障很深 听得懂吗 是很深的 那当然很深的 昨天还梦着又去洗澡 然后好像还掉到那个水沟里 然后我就说 哦很脏快点去洗啊 洗得出了 洗完了出来 然后说就找一步去穿的时候 又看到门口一楼筐菜 然后那个 有两次这个一年出来 就说这个菜呢 它是叫你们牛腥菜 我也不知道 就好像那种包腥菜一样的 然后说你看它心很紧的 但是你这样手动一动 它就会心出来了 这个出来了两遍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很简单啊 叫你好好的修啊 要修心啊 不要修行啊 要修心 行为修得太多 那也是没有用的 主要是心 听得懂了吗 哦 哦哦哦哦 忘了 就是那个心要把它紧 对了 心包菜 就是说你要修到里面 而不是修在外面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那如果要是梦到那个门没有关延 就怎么关也关不延 那是什么意思 门关不延的话 就说明你们家已经有灵性了 对 昨天晚上我就不停的听到声音 我今天早上快点给发 精灵光浪的 声音而且很响 他也对 然后那个门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门 反正我就是想去把它关也关不掉 那当然了 你关得掉还好了 鬼进来了 你这个门都歪了 哈哈哈哈 好了 嗯 好的好的 好了 那我可以再帮同学问一个 他说师傅开始过 就是说带那个 呃 银的不好 那带黄金的 带详续上有没有什么 黄金基本上是好的 带黄金的话是棕色 应该没有问题的 但银色绝对不好的 哦 嗯 就是金项链什么 金手作 对都好的 银色的少弄 不要搞 嗯 对不对啊 嗯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想问 就是如果我们给别人注念心经 但是那个人身上有药金者 那个经文就不会不会就被那个他身上的药金者拿去了 那当然会了 要看看他如果药金者要的齐的话 你们给他念的经文他都要拿去的 嗯 没办法的 嗯 好吧 啊 好好好 好了 不好意思 最后一个是小孩刚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没有业障 有没有黑气 你说有没有 你告诉我 我觉得是应该有的 你觉得你觉得你对那么就好了 好 为什么很多西方教说人生出来就有罪啊 嗯 什么意思听得懂吗 因为他的灵 他的灵魂是转世的 肉身是金饰的 就像你换了一辆车 实际还是你啊 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他梦里如果要是送人家伞 然后这个伞又不好 送伞是不是也不是很好 梦中送伞就是不好的 因为伞就是伞掉了 就结束了 所以夫妻在吵架的时候 如果做梦做到伞打开了 送伞给你 这些都是说明你们两个人就不能再好了 好不起来了 那那不是夫妻就是普通的这种 那白白了 照样白白 就是缘分尽了是吗 嗯 差不多了 嗯 那天有梦到师父 但是是一串很大的佛珠 是不是也很好 你梦见跟师父有一串很大的佛珠 你知道这种佛珠一大串的话 你知道凡是庙里的法师他们带出来的话 这些人至少修行十年以上 对那串佛珠很大 就是师父就在那里开示 然后有人拿了他们大一串佛珠给师父 嗯 你这就知道师父的来历了吗 好了 不要讲了 傻姑娘啊 我从来不多讲了 在梦里好像说我做的不够 你当然不够了 你很不够 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好好努力吧 嗯 能打进电话来还算够呢 打不进电话还不够呢 嗯 哦 就是那个以前 他们就是同修说是 早上给大师父念大伟 等后来他们说晚上念效果更好 然后我现在就改到晚上念 哈哈哈哈 回回到我更好一遍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实际上你们帮师父念 实际上实际上就是你们在接师父的气 听得懂吗 对啊 对啊 很简单呢 所以师父身体一定要好的 如果我身体不好 很多人会生病 我不骗你的 对对对 那那天晚上又号召大家给师父念小房子 是不是也要看每个人的气场好不好 这些师父念 好了 我不讲了 嗯 好了 嗯 再见再见了 嗯 好好好 再见 再见